乌克兰枪手劫持巴士岸在僵持了12个小时之后 以充满戏剧性的方式落幕 随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满足枪手要求 在脸书上呼吁民众观看动物纪录片 地球上的生灵之后 枪手终于缴械投降 13名人质全部安全获救 乌克兰一名中年男子 星期二携带着武器和爆炸装置 劫持一辆停靠在西部城市鲁子克路旁 载有13人的巴士 当地警方接获头报后 鹤枪实弹赶往现场多辆警车紧张戒备 双方对峙中嫌犯和副警长谈判后 一度释放了三名人质包括一名孕妇 但在谈判过程中 执法人员乘坐装甲车靠近巴士 试图攻驻时 嫌犯向车外抛制了爆炸物 并向警方的无人机开枪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僵持超过12个小时后 在枪手的要求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他展开 长达15分钟的通话 泽连斯基随后遵守承诺 在个人脸书专业上 发布了简短的视像讯息 呼吁乌克兰人观看一部 将数人类残诊虐待动物的 美国纪录片《地球上的生灵》 成功安抚枪手 七分钟后 枪手自行走下巴士 器械投降 当场落网 13名人质成功获救 全都安然无恙 当地媒体报道 枪手是一名动物权益分子 经常帮助流浪狗 乌克兰内政部长 阿瓦克夫则心中 枪手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并在脑海中幻想着报复打击 他是一个人 他不是一个人 他描述了自己的世界 他在这个世界上 他扮演了自己的世界 他扮演了一些评论 他的组织 他在抗海中的一个伙伴 包括在几个小时前 初步调查显示 44岁的枪手出生在俄罗斯 现为乌克兰公民 他曾经因为抢劫 诈骗非法藏有枪械等罪名 两次被控上庭 被判入狱服刑十年